大家好 那么我去年9月份曾经报道 阿根廷准备采购中国和813联合研制的GF17骁龙战机 阿根廷的国防部以及阿根廷的媒体都证实 近日阿根廷驻华大使牛王道 已经和中航技术进出国公司叫CATIC 高层进行了会面 商谈购买骁龙战机 阿根廷媒体的报道 去年9月阿根廷预算资料指出 阿根廷将拨发6.64亿美元 向巴基斯坦采购12家GF17 不过阿根廷国防部当时强调 还在针对5个战机提案进行技术经济和财务评估 并未最终敲定这笔6.64亿美元的款项 购买哪款战机 最近阿根廷驻华大使牛王道 已经和CATIC副总裁王耀新会面 谈论GF17的采购案 可能的细节 除了回顾先前会议内容 也宣布阿根廷军方3月将派出技术代表 前往中国 3月份很有可能双方要正式签约 牛王道也强调 骁龙计划对阿根廷而言具备历史意义 象征着阿根廷和中国国防合作计划的延续 除此之外 牛王道也和中国北方工业代表会面 透露阿根廷陆军有意采购 中国的八轮步兵战车 阿根廷驻华大使牛王道说 中国和阿根廷的骁龙战机的采购案 具有历史意义 为什么具有历史意义 中国在南美洲通过一带路合作 中国已经进入了南美洲 而南美洲自古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后院 特别像美国英国 这些昂路撒克逊 他的后院 之前是英国 现在是美国 你到过南美洲 你就知道美国的影响力 那么中国现在已经从军事 军事采购 军事物资 步兵战车进入到阿根廷 那说明什么 说明中国 已经进入到美国的后院了 中国已经取代像美国英国这些老牌的资本国家 取代像海员 海洋名 昂路撒克逊 他的影响力了 特别还有 英国阿根廷有一个马岛战争 大家知道吧 82年 很遥远了 82年马岛战争 阿根廷丢失了自己的马尔维纳斯群岛 为什么中国到现在还说那个岛叫马尔维纳斯群岛 那个岛现在在英国控制之下 英国管它叫福克兰群岛 不叫马尔维纳斯群岛 为什么因为中国到现在也不承认马尔维纳斯群岛 英国叫福克兰群岛属于英国 你看中国到现在还支持阿根廷 所以你看中国和英国之间也因为这个 军售的问题 实际上也是中国在什么 在虚弱英国在南美洲的影响力 特别在福克兰群岛 在这个马尔维纳斯群岛这 是不是具有历史意义 你记住啊 这个英国也好美国也好 通过控制海上的主要的交通要道 那个马尔维纳斯群岛靠近哪 靠近南极和南极州和南美大陆之间的海峡 非常近 这个海峡控制住 那么你大西洋到太北洋这个通道 就被英国和美国牢牢控制住了 所以这个群岛对英国来说也非常重要 它海洋文明是一定要控制 那中国和拉丁美洲的合作 2021年12月3号 在中拉论坛第三届部长级会议上 达成的叫2022-2024 中国拉共体重点领域合作联合行动计划 这个文件里就提到 合作方面包括政治安全合作 贸易投资金融农业食品科技创新产业 与信息技术航天航空 能源资源旅游海关税收 技术设施健康医疗 可持续发展于脱贫文化艺术体育高等教育 另外中国和拉丁美洲也在加强航天和平探索 外层空间空间科学 卫星数据交换 卫星应用地面技术设施建设 人员培训 电力石油天然气可再生能源 锡能源民用核电 能源技术电动汽车以及装备 地质能源等领域的合作 中方支持下 也在拉丁美洲提供汉语教学 将汉语纳入成员国国家的课程 开设孔子学院 中国现在是仅次于美国的 在拉美地区还有加勒比地区主要的投资国 根据国际货币基因组织的工作文件 就中国在拉美的投资 行业互比性和中国再平衡影响 这个文章里面写到 过去十年 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投资规模 显著增长 并且更加多元化 中国在拉美地区的主要集中 曾经主要集中在石化燃料金属农业 和其他自然自然上 现在越来越多的倾向于交通 电力金融服务和信息通信技术等 制造业和服务业 在亚洲 中国是占据拉美的外国职业投资的三分之一 其次是欧洲和美国 分别占30%和20% 在拉美地区 最受中国关注的是巴西 第二是阿根廷 第三是秘鲁 厄瓜多尔 委内拉 哥伦比亚 墨西哥 这些都是在基础设施领域 大量的向这个地区提供贷款 还有相关的投资融资 电力行业已经成为中国投资的重点领域 这个报告里面提到 电力行业是中国投资拉美的重点领域 中国通过和阿根廷的合作 第一点可以非常明确的向西方表明一个态度 就是中国支持阿根廷 中国也支持南美洲国家独立 另外支持阿根廷的主权申索 中国和南美国家国家关系会搞好 很多和英国和美国有领土争端的一些国家 他会愿意跟中国合作 这是第一点 另外一点 中国在与像英国美国这些国家 在进行地缘政治争夺的时候 中国手里也有一张阿根廷的牌 中国的军火 中国的军事工业也进入到阿根廷 你记住 这个东西不像正常一般的贸易采购那样 它后面是会有政治 政治意涵在的 军火采购 它背后要附加一层政治含义 中国和阿根廷的合作 我个人认为开启了中国和阿根廷未来军事合作的序幕 那再往后的发展呢 很可能是中国在阿根廷 兴建军事基地 军港 这都有可能的啊 你记住 这都有可能的 如果中国和阿根廷军事合作 达到一定高水平 那你不排除未来阿根廷会 允许中国海军进入阿根廷 那么中国在南大西洋 在大西洋 对吧 就拥有了自己的海军基地 在南美洲就有了自己的军港 这对美国来说 威胁是巨大的 那随着中国和阿根廷的这个 一带路啊 越来越深化 在军事方面啊 双方的合作也越来越加深 我觉得未来呢 中国在南美洲啊 这个影响力会逐渐扩大 美国呢 对南美洲的影响啊 会被逐渐的中国平衡掉 那这个中国在南美洲的崛起啊 我觉得预示着海洋文明 特别是昂古萨克逊海洋民 对南美洲的控制正在终结